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本期节目将聚焦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随住辩论后的推进 他将展开更积极的选举选举巡演 前往北卡罗兰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展现他的决心与策略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认为 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并计划利用这一切来加强与选民的联系 此外 我们也将谈及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应 两位候选人正聚焦于关键的摇摆州 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这场竞争不仅是一场政治对决 更是对美国未来方向的深刻探讨 而在密歇根州来自两党的领导人携手合作 抵制对选举系统的攻击 这显示出选举完整性的重要性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细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这场异常激烈的选举季节中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不约而同的将他们的竞选战线 拉到了摇摆州 这些州在选举结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他们的每一场集会和辩论 都在塑造选民的心态影响住最终的胜负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高调宣称 他的竞选活动已进入一个更积极的阶段 这一宣言无疑是对他在BC新闻总统辩论中 表现优异的自信反应 这场辩论吸引了6700万观众 这个数字比特朗普和拜登在6月的辩论增多了31% 这次辩论让哈里斯从政治新秀 一跃成为焦点的一刻 他的表现受到广泛赞誉 尤其是他在关键议题上的犀利攻击和辩论技巧 赢得了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 根据尼尔森的数据18至49岁的观众中 有53%的人选择观看哈里斯与特朗普的这场辩论 这一比例显著超过观看拜登辩论的观众 哈里斯的新未来之路巡演 将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展开 他计划在这些州举行多场集会 以巩固自己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 他的竞选团队表示 这次巡演旨在利用他在辩论 中对特朗普的决定性胜利 哈里斯将在周四和周五分别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和林斯伯勒 并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一场集会 以期在选民中营造出一种新未来的愿景 这一系列活动的启动 他使用差标志住哈里斯不仅是竞选活动的前哨 而且是一场全国性竞选攻势的核心 他的丈夫道格·埃莫夫·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以及沃兹 夫人格温·沃兹也将作为巡演的一部分 走上竞选之路 埃莫夫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 沃兹州长将与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进行活动 而沃兹夫人则将在新海布什二州进行竞选活动 这次巡演还将包括一些代言活动 例如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举行的 哈里斯的共和党人活动 在乔治亚州萨凡那举行的 利其西域学生活动 以及在乔治亚州哥伦布举行的 退伍军人和军事家庭活动 这些活动显示出哈里斯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重视 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加强与选民的联系 并有效地传递他的政策和怨气 与此图时特朗普并未放慢他的步伐 他在北卡罗兰娜州宾夕法尼亚州的 香克斯维尔与川柱竞选T恤的孩子们合影 表现出他不仅仅是一名政治人物 更是一位清明的领导者 这里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中 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 这样的场合无疑增强了他的亲和力和领导席降 然而特朗普并未因纪念活动而分心 他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 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图森 继续他的竞选之日 特朗普试图以他的商业背景和政治经验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强调他在任内的成就 并且毫不留情地回击哈里斯的攻击 这一选举季节中摇摆州的选民们 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无论是哈里斯的热情演讲还是特朗普的强势回应 都在为这场政治大戏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 随住选举日的临近 每一场集会和辩论都在塑造选民的心态 影响住他们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选举季节 密歇根州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这里的前州长和来自两个主要政党的官员们携手合作 加入了一个民主防卫计划的全国性努力 旨在对抗针对投票和计票系统的错误信息和攻击 这个计划的成员包括来自多个州的前官员 这些州在2020年曾遭受特朗普及其盟友的攻击 试图削弱选举结果 这些领导者的目标是通过广播和电视广告 媒体宣传以及地方社区的参与来增强选举的信任感 前密歇根州州长詹姆斯·布兰查德表示 我们将在必要时共同发声 当有人试图质疑我们投票的完整性或准确性时 我们相信我们的系统 对于那些自私的编造故事的人 我们不会欣赏布兰查德是民主党成员 他的团队中还包括前共和党州长约翰·恩格勒 前民主党副州长约翰·切里和前共和党国会议员迈克·比舍普沃 这些来自不同政党的领导者共同努力 旨在加强选举的信任 尤其是在摇摆州 因为这些州在过去几年中遭受了特朗普极勤盟友的攻击 试图削弱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在密歇根州15名共和党员应担任虚假选举人而被起诉 特朗普曾施压官员不认证选举结果 甚至武装抗议者包围了国务卿的家 声称存在选民欺诈 随着特朗普警告他的支持者 尽管没有证据称付账取漏他 尽管没有证据称民主党将试图作弊 许多官员和律师正在为今年可能出现的类似挑战做准备 根据美联社应劳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USFA最新调查 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至少有中等的信任 但共和党人更可能信任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 与此同时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相信特朗普的谎言 认为乔拜登并非合法当选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 哈利斯和特朗普在摇摆州的竞选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的每一步棋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 在这场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选举季节 选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美国的未来方向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场政治大戏将如何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真是热闹得不得了啊 她要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还有她的丈夫和一伙子民尼苏达州的朋友四处住镇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我想说这样的全国巡演不仅展示了她的能量 还证明了她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这样的竞选活动绝对会增强与选民的联系 让更多人了解她的政策和愿景 哦 楚天书你真是逗死人了 你以为哈里斯的巡演是什么摇滚乐队的全球巡回演出吗 这样四处奔波搞集会有用吗 她去的地方都是摇摆州 选民的心思根本不会因为她的表演而改变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她每次辩论后都要找出精彩瞬间来炒作 这是一种缺乏真实内容的自我推销吧 齐齐 你这么说太小瞧选民的智慧了 哈里斯的辩论吸引了6700万观众 年轻观众的收视率还显著上升 这些数据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她的精彩瞬间不是炒作 而是有效的沟通方式 再说了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她还广泛地进行媒体活动 针对关键摇摆州和重要选民群体 这不是非常战略性的部署吗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哈里斯就像个超级英雄一样 但现实是 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一些政治口号的堆砌 你知道吗 在9月10日的辩论中 特朗普也展现了自己的商业背景和政治经验 他强调自己的成就 这可是实打实的东西 哈里斯呢 他的攻击毫不留情 但这只会让选民觉得他缺乏真正的解决方案 哈哈 奇奇 你这么说可真有意思 特朗普的成就可不都是那么光鲜亮丽的 别忘了 很多人对他处理疫情和经济的方式可是颇有为词 而且在2020年的选举结果被多次审查和中算后 还有谁能相信特朗普的那些阴谋论 哈里斯的辩论技巧和政策愿景才是真正打动选民的关键 这可不是简单的口号能解决的 楚天书 你的幽默感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但我们要正视的是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再怎么积极 也无法掩盖民主党面临的内部矛盾 他的政策和愿景能否真正落实 还得看他能不能团结党内的各派势力 而特朗普虽然争议不断 但他的支持者可是铁杆 这一点无可否认 摇摆州的选民们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一两场集会就打动的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拜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点 无柔请介绍给你的青藤好友